垃圾抵渣在哪里市府又在骗 民进党基隆市议会党团召开记者会再度质疑市长谢国良说 垃圾抵渣已经运走的说法 应该还存在以前的天外天垃圾掩埋场吧 市政府跟永胜公司契约终止后的抵渣处理的部分 他的说明是说 抵渣部分已经透过县市互惠的方式 把抵渣送往桃园去处理 那我们互惠的方式就是 桃园市政府给我们垃圾 我们帮忙他们烧垃圾 那烧完之后抵渣用1.2的比例送到桃园 可是我们现在却发现 从今年5月份开始 基隆市政府针对抵渣的再利用 他已经开了第四次的一个标案 前面三次全部流标 而且履约期限都是从7月17号 到明年的6月30号 那在我们开会的那一个时间点 这个标案已经公告 在8月9号就已经公告 要招标厂商来办理 抵渣的再利用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我们想问谢市府 到底我们的抵渣已经送到桃园去了吗 如果已经送到桃园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标案存在呢 垃圾到底有没有发生垃圾大战 还是只是遭到市政府遮掩事实 让民众误以为我们的抵渣已经得到处理呢 要求基隆市政府 为什么你已经说明了说 已经产生县市互惠的原则 但是同样的 你还在处理所谓的一个标案 在处理抵渣的部分 这件事情让我们怀疑 可能抵渣根本都还没有运出基隆 所以要求基隆市政府 应该要讲清楚说明白 我们抵渣现在的状况到底如何 要不然的话 其实我也建议说 我们的一个基隆市议会 应该到天外天实际上来看访 到底我们的抵渣是否还在天外天 基隆市政府方面则回应强调 市议员提出的四次标案 没有标出不是抵渣的标案 而是飞灰的标案 目前已经委托得标厂商 持续将飞灰稳定物运出基隆 抵渣在标案截标前 和桃园市县市持续进行合作 抵渣和飞灰的处理方法 一切都依法行政 公开透明 可受外界公平 飞灰的标案 以委托得标厂商运出基隆 抵渣的部分在标案截标前 将与桃园市持续进行合作 市府公开招标依法行政 一切公开透明 可受外界公平 市政府进一步表示 垃圾烧完之后 会有抵渣跟飞灰两种 从7月16号最终 处置厂没有续约开始 从来没有影响垃圾清运 或是造成垃圾大战的隐忧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